这几天网友们被一个词刷屏了 他房 他房来自一个韩国新闻截图 看到那边有房子塌了 就过去看热闹 居然是我的房子塌了 他房也用来指偶像谈恋爱了 饭圈的潜规则是 IDOL没有恋爱自由 所谓的他房呢 可以理解为粉丝想吃瓜 看看明星们出丑 结果是自己的IDOL翻车 眼泪流下来 近期一连串的他房事件 主角们都非常不知名 可能连名字都不会念 第一反应是 这人是谁 来说说最近他房的偶像之一 Rise的成员严宇佳 他一对多恋爱 被骗女性接棒网络爆料 男团Rise成员之一 2018年一档养成系偶像选秀节目 横空出世 各大平台都推出类似的选秀节目 封闭训练三个月 以及多次舞台竞选PK 由全名制作人 选出心中最佳的几人 组成男团和女团成功出道 而在2019年以男团为主的 创造营2019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事后由周震南 河洛洛 音语家夏之光 姚称等十一人组成了Rise 神功出道 大家好我们是 R1AC Rise 中国最强男团好 中国最强男团好 所以这个Rise 到底是读Rise还是Rise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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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电的感觉 Z 每次坐他旁边我就特别自信 哈哈哈周震南真的是 你们俩谁高嘞 谁高嘞 你不会用眼睛看呢 第三高位出道的燕宇佳 今年考上了北电 由大老板龙丹尼亲自护送 北电读书 网文透露 他在交往期间存在出轨行为 同时还实施冷暴力 发文让燕宇佳在最近的热搜榜上 品获提名 爆料文章第一张照片 燕宇佳温柔地亲吻着女生的鼻子 爆料人小河宇 事无巨细地回顾了从相识到恋爱的始末 两人因为游戏结缘 在今年五月份奔线确定关系 从五月到十一月 就像所有的情女那样 女方一直对男方非常信任 却发现男方劈腿 与往常爱豆他房一样 这一次依然有粉丝来求锤 粉丝说他合照造假 结果他一口气给出了几连神锤 除了合照还有亲密互动的视频 小河鱼在控诉他的文章登上热搜 以后又有一位网友出现了 他自称是燕宇佳的正宫女友 他没有去捶渣男而是一脸的埋怨 去质问小河鱼 为什么在明知他有女朋友的时候 还选择跟他在一起 此外 该网友还公布了一段 燕宇佳为他庆生的音频 以此证实两人之间的关系 称自己就是那位被劈腿的女友 公开资料显示 今年8月 RICE成员和洛洛因为新歌 舒克贝塔2020 被网友指出与牛奶咖啡的作品 明天你好相似 两个月后 RICE另外两名成员 仁豪夏之光 分别因为感情问题 陷入负面舆论 随后 队长周振南被爆出 其父亲作为开发商的小区 存在质量问题 并涉及债务未能解决 至此仅5个月 RICE中便已有超半数成员先后塌房 面对81.8%的塌房率 龙丹尼估计要哭晕 RICE一下子成为了烂尾楼 真不知道最后该如何 收藏啊 RICE一下子成为烂尼估计要哭晕